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平民伤亡流离失所 旅居西班牙的乌克兰人除了参与示威集会表达反战立场 也积极以行动募集民生物资 旅居西班牙16年的乌克兰人卡杰琳娜 看见家乡战火无情决定号召募资 没想到回想超乎预期 来自多国的民众不分男女老少都自愿卷起袖子帮忙 发挥不分国界的人道互助精神 来看中央社特派员的报道 来自西班牙 乌克兰 俄罗斯 波兰等国的志工们 不分男女老少在人行道上 整理为乌克兰人民募集的紧急民生物资 装箱后再搬进仓储空间里 现场只听到不绝于耳的谢谢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平民伤亡流离失所 旅居西班牙的乌克兰人 发生了很多事与计划 很多人开始勾断 我来自帮助 帮助 很多人我们会充足的食物 和食物 和食物 我想到不可以 我们想到不可以免得到很多人 但我们还要充足 发起这次募集行动的 是旅居西班牙16年的乌克兰人卡杰琳娜 她在一家销售乌克兰和东欧食品为主的 迷你超市工作 募资活动透过商店客人口耳相传 社群媒体的传播 让物资远远不绝送达 战国无情 西班牙民间和国际社群展现热情 无私地对乌克兰提供援助 卡杰琳娜表示 募资回响超乎她的预期 这样的互助精神已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庄社记者胡佳琪 马德里报道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台湾 今天在台北发表专题演说表示 美国应该外交承认中华民国台湾是自由主权国家 这无设台湾未来的独立 而是承认明确且早已存在的事实 各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the 17th U.S.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It's my vie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should immediately take necessary and long overdue steps to do the right and obvious thing that is to offer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America's diplomatic recognition as a free and sovereign country us Including Taiwan's future independence, for goodness sake It's about recognition of an unmistakable, already existing reality It's the reality It's the fact The reality is That many of your past and present leaders have made clear There is no need for Taiwan to declare independence 也许是因为它是一国立法已经是一国立法装的一国公司 它的名字是部罪的中国的台湾 我们之前说美国的支持台湾是一个国立法 台湾是一个重要的支援中最重要的挥复 最重要的在抗亚的务务 台湾 muss支持台湾 的同时为了本国的支持台湾 我年轻人在法裏使用 我们知道如果台湾会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5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COVID-19疫情肆虐 世界各地不少企业为了减少群聚感染 要求员工远距工作 这固然可以降低染疫风险 不少人却发现在家上班很容易因为杂事分心 影响工作效率和产能 荷兰有两位建筑设计师特地设计了微型家庭办公室 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法 一起来看 透明大片窗户 花架上种了绿意盎然的植栽 设置在花园或住家外的小木屋 让人感觉温馨舒适 再往屋内看 大小约6平方公尺的空间里 摆放了一张办公桌 宁静的氛围能让工作效率瞬间提升不少 疫情之下全球不少企业为了减少群聚要求员工远距工作 但在家上班往往会因为杂事而分心 无法集中精神处理工作上的事 荷兰有两位建筑设计师 为此特别设计了独立于住家外的微型家庭办公室 建筑师表示 未来远居工作将成为一种趋势 看好微型木屋办公室将改变各大企业的运作模式 目前德国第二大城汉堡某家企业 已定制了至少50个微型家庭办公室供员工使用 另外小木屋除了可以当作远居工作的办公室之外 也可作为民众因为找不到房子或无力负担房租的另一种居住选择 装社综合报道 印度旧城区德里的月光市集建造于17世纪 鼎盛时期聚集来自中亚和欧洲的商人 各行各业的人也前去为贵族提供服务 形成的产业聚落今日都还看得见 现在的月光市集依旧是南亚最大的香料干果和传统礼服的批发集散地 随处可见当年王公贵族留下来的豪宅 让游客一窥17世纪的王朝风华 人身鼎沸的市集 民众采买着香料干果布料等各种商品 人力三轮车穿梭街道 这里是修建于17世纪 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的印度德里旧城区月光市集 也是南亚最大的香料及南北货批发集散地 游客不仅可在这探索美食小吃 还能欣赏当年的旧皇族豪宅 这个月光市集呢 它大概完成在17世纪的时候 所以距今大概有四五百年的时间 那它这个市集呢 就是最有名的太基马哈林建造的那一个国王 沙甲汉 然后他迁都来德里的建都之后 他把这个市场送给他的女儿 他最爱的一个女儿 然后经营规划这个市场 然后这里应该是算是南亚最大的一个香料市集 然后他有分很多部分 他有卖衣服 然后卖香料 各式各样的电子产品的批发都会在这边 蒙莫尔王朝鼎盛时期 月光市集聚集了来自中亚和欧洲的商人 各种职业的人才也来此落脚 为贵族提供服务 因而逐渐形成产业聚落 延续至今 而现在蜿蜒有如迷宫般的巷洞中 仍隐藏着许多百年老店 例如这间已有206年的香水店 业者表示 直到现在 他们还保留着当年王公贵族喜爱的天然配方 而月光市集的另一大特色 就是盖有各种宗教的礼拜场所 包括清真寺 奇纳庙 席客教业师所 以及基督教教堂 可以看出当年蒙木尔王朝皇室 对宗教信仰的开放态度 时至今日 这些皇族豪宅有的已斑驳残破 但从梁柱和窗格的精细雕工 仍可看出昔日风采 部分豪宅也翻修改建成特色旅馆 获得游客青睐 另外德里地方政府 也在去年完成市集整修工程 让来访的游客更能安心旅游 庄设计的菱形界就得理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亚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